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4月18日星期一 亦是復活節假的最後一個紅日 繼續提醒各位千萬不要違反口罩令限聚令等等 以免被人罰錢 另一邊相亦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最新的疫情消息 孔繁毅就著疫情有最新的看法 看來他的說法 香港暫時難以清零 甚至未來很有機會每年都要打針 情況如何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跟進一下 另一邊相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第五波 孔繁毅估計疫情正在向好 但清零就較為困難 他就說 或者要每年的冬天都要打針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本港確診數字在昨天連續三天維持三位數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 在今天4月18日的電台節目中表示 預料本港疫情正在向好 雖然復活節假期後或有輕微的反彈 但相信整體疫情會慢慢回落 不過他坦然日後本港仍然會有確診病人 相信只要有足夠疫苗接種和感染控制措施 就應該不用太擔心 他又形容 清零很困難 亦可能對經濟構成影響 被問到本港的疫情走勢 孔繁毅表示本港疫情正在向好 預料復活節假期過後或有輕微的反彈 但由於整體感染人數高 所以自然免疫的比率亦相對高 所以相信整體疫情會慢慢回落 但強調仍然要大幅提高疫苗接種率 特別是長者和兒童 他估計那個個案會再回落 可能單日新增幾百宗 甚至少過一百宗 不過他坦然相信日後本港仍然會有確診病人 因為病毒的傳播性很高 直言清零很困難 他就說如果真的很著重清零 其實是非常難做 可能對經濟影響會很大 他認為當有足夠的疫苗接種率 並有適當的感染控制措施 就應該不用太擔心 對於本港即將復貨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他相信影響就不大 因為始終需要慢慢恢復學習 商業活動等等 所以相信這是正常做法 被問到日後會否仍然要做全民檢測 孔凡毅習表示應該要評估 這個全民檢測的好處是否多於不做 因為成本亦很重要 他指現在的個案回落的速度很快 當實施全民檢測過後 估計可以抽出的個案相對較少 估計只得幾千宗 但同時要動用不少的人力和物力 他亦指全民檢測未必可以完全涵蓋所有人 例如院舍的長者等等 而未打針的幼童檢測時間亦相對高危 另外科興和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早前公布 針對Omicron變種新冠病毒的滅活疫苗 是獲批准在香港展開臨床研究 測試疫苗作為加強劑 孔凡毅表示將會招募1,800人作臨床研究 已接種復必泰和科興2至3針的人士 都會分別佔一半 孔凡毅表示無論是否曾經接種滅活疫苗的人士 都可以注射加強劑 將來可能每年冬天都要接種加強劑 在長新冠方面孔凡毅重新根據瑪麗醫院的數據 超過3,000位頭4波疫情的新冠康復者中 少於3%出現長新冠症狀 較外國的數字少 估計本港的患者可以較早入院治療有關 被問到第5波疫情當中同樣有不少患者未能入院 孔凡毅就回應指 第5波疫情的長新冠情況或不多 因為不少康復病人曾經打針 並可以應用抗病毒藥物 加上大部分病人屬於輕症 甚至沒有病徵 所以相信問題不大 另外第5波較嚴重的個案較多是長者或安老院的院友 所以長新冠較少見 他希望日後患診可以中西藥合璧 共同醫治長新冠的病人 一口氣和各位網友看過孔凡毅最新對疫情的看法 說難以清零 但另邊商或每年冬天都要打針 這樣說法是第五針第六針第七針都說不定 另邊商亦說到一個議題叫長新冠 這也是近期大家關注的議題之一 昨晚礦仔也有條片說過 醫管局近期都承認有一個比較不尋常的情況 就是康復的人士有嚴正的情況 絕大部份都是小朋友 當中有小朋友康復後的兩至六個星期 就有嚴正的情況 還要進入深切治療部 情況令人擔心 另邊商和各位網友跟進一下市面的情況 有關社交距離措施 餐飲業估計放寬對生意幫助不大 不過能夠給予喘息的機會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政府在這星期四日4月21日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包括食肆可以恢復晚市堂食 可以營業到晚上10時 以及最多四人一台 香港參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相信 放寬措施對業界的生意幫助不大 但形容是被業界喘息的機會 梁振華在電台節目上表示 業界現時的生意只有疫情前的兩三成 希望在這星期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 生意可以恢復至疫情前的約目五成 他形容放寬措施是被業界喘息的機會 他又說相信放寬措施對中式酒樓的生意幫助不大 並解釋指中式酒樓的生意以宴匯為主 但在放寬措施後虧限了現匯人數不得超過20人 他相信需要到下一個階段的放寬 即下個月21日可以放寬到最多百人一台的時間 現匯的預訂才會增加 對中式酒樓的生意才會有較大的幫助 他就說下個月8日是母親節 部分食肆已退出套餐 並已接到少量的預訂 數量不算多 接下來這星期四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開晚市 不過飲食業界有些聲音指的幫助不大 因為都追不回過去三個月的仇魂慘霧 各位網友又怎看不妨留言說一說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的士走了百年 走了80萬公里 報廢前司機下跪叩頭道別 就和那輛的士說借借你養活了我一家人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漫畫《海賊王》有一幕是這樣的 就是那群海賊多謝他們自己的海賊船梅利號 那一幕是感動人心的 有看過 人和船是人生力險的好拍檔 但終於要迎來告別的一刻 同樣地對賺食車的司機來說 那輛車除了賺錢的工具之外 亦是賴以為生的拍檔 內地有個的士司機早前要將駕駛8年的賺食工具報廢 在人車相處的最後一夜 他故意在車內坐了幾個小時 然後緬懷一番 後來就走到車頭下跪叩頭 以感謝這輛車多年以來養活他一家人 那司機和愛車的最後告別片段一出 令到很多網民大呼感動地說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會和死物說話 礦仔是有這個習慣 我會和死物說話 我會和屋子說話 和物件說話 和車說話 當然這就是每個人對物件的感受 這輛車司機感謝自己的輛車 感謝這輛車走了百年養活了他一家人 怎樣說也好 這也是網絡熱話之一 告訴各位網友 亦觸發礦仔想起 自己有沒有和死物說話 是有的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這個習慣 不妨留言告訴鄺仔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鄺仔的路友記 這段時間我們會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